大家好我是阿波 我在台南土生土長36年07個月 什麼台南的人事物啊 我全部都遼若執掌啊 今天的挑戰根本是 piece of cake 說到台南你第一個會想到的是什麼 全糖飲料 沒吃的五花牛啦 大大五花大五花啦 外觀市都在說台南 阿恩摩托 多近都要騎摩托車 多近都要騎摩托車這個有打到我 可是 大大五花大五花又很像是 觀光客會講出來的話 我想我應該會有答案啊 台南有很多特色小吃 而且非常非常美味 我想問大家 請問你在台南早餐都吃什麼 涼麵三明治鐵板麵 煎魚肚鹼肉的配油條肉粿 我是都吃蛋餅然後 鍋燒液麵 豆菜麵 炒魚麵 還怕什麼餅肉 居然可以講出豆菜麵 這個有點難喔 幫我唸出 拿零錢買香腸 跟番茄的台語 拿零錢買香 干嘛 米 拿零錢買香腸 干嘛 米 拿零錢買香腸 干嘛 米 湊蝦 拿零錢買香腸 有一點混淆我了 因為像我自己啦 我就會講說 拿銀嘎嘎買人錢 甘米 所以A的話 他的甘米非常非常的標準 但是D句又不太像 那C的話 他應該是中北部人啦 那D的話 他的tomato就已經露出馬腳 他應該是北部人 我想要指定A跟C幫我回答一下 台南的五個行政區 都在台南市 其他地方沒主意 東區 夏陰區 安定區 麻豆區 我都在這個眼影 這個C突然衝出來了 可以講出行政區的 基本上都應該要住過 甚至是在地的才有可能 C跟D幫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想到台南 你會想到誰 不知道 書換字吧 書換字這麼艱深 他都答得出來 很有可能是台南人喔 你在台南吃牛肉湯 請問你都吃哪一家 C幫我先回答 然後是D 最後是B 我本人不愛吃牛肉湯 所以不知道 我們那邊剛好沒有 我都吃七個肉湯 這個問法 是不是大家也看出短你了呢 我心裡已經大概知道是誰了 但是呢 我還有最後最後一個問題 請 全部人幫我回答 你用一句話 證明 你是台南人 我飲料都喝全糖 你不相信我台南人你啦 那我就台南人啊 火車站後站是大元百 唉唷 拿地理位置出來 這招蠻高招的喔 經過這麼多題的問答 我來分析一下啦 其實A呢 蠻早就被我排除的 很多比較台南在地比較深刻的問題 他都可能比較不了解 B的話呢 其實他給我真的是 蠻深刻的家鄉味 就讓我覺得 鋼香耶鋼香耶 那像C的話 他蠻厲害的耶 他其實一直在混淆我 可是我就懷疑說 他可能是跑車的啊 所以有時候看一看地址 我知道這幾個行政區 所以有可能也是 中北部的朋友這樣 那像D的話呢 他我覺得 欸 台語真的蠻道地的 但是呢 可能就是中南部的朋友 齁 但是呢 我的答案 我要選的 就是 B 真的假的 你是台南人 我是秋秋 我是嘉義人 在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比較常 娛樂生活的地方 是台南 我是混淆的 北港人 我叫台南的 電影關系 我太多朋友都在台南 我是德國波蘭合作開發 在台北生產 然後在高雄長大 所以算是 進口的台灣人 這樣 我在那邊工作過半年 所以對台南也是 算略知一二 但是也不能說很熟這樣 我是台南的六甲人 那生活了十八年左右 講到台南會想到全糖飲料是 我身邊的台南人 都喜歡沾甜的加糖 所以 很合理啊 台南人就喝全糖飲料 大五花這個故事其實是說 我真愛生牙齒 如果我台南的朋友去找我生牙齒的時候 我都會忘記你說 欸 今天禮拜幾 有得一張牙齒 要讓我們台南的朋友 你有沒有跟我說大大五花大五花 茶的魔手好像是台南起家的 然後我那時候工作的地方 正對面就是茶的魔手 然後我其實本身也非常愛喝茶的魔手 所以 就是覺得台南就是茶的魔手這樣 多近都要騎機車 是因為台南真的太熱了 所以走路都會滿身都是汗 無法想像台北人都跟我說 走路都會到 太遠了 因為我有問我的朋友說 欸 看看我們台南的 會比較推薦到一間 沒有肉湯好吃的 因為湯這體會回答 剛好就沒有是 就真的沒有 而且它太常見了 所以也不會特別去記它的招牌 就是好吃的就知道在哪裡 那個番茄 通常我們南部都會吃甘麻味 客人咬到買鮮 甘麻味 是因為我平常也都這樣說 我的生活朋友 他們也是都這樣說得多 超西亞是 小時候住人舞那種天邊 很常就朋友家玩 他們家就是阿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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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去買菜都這樣講 所以就記起來 湯媽頭是因為我 阿公本身有受過日治教育 所以可能跟其他人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是用日式的英文發音 就變成我們的台語 真的嗎 你有裝嗎 還是你就是自然 就正常 正常 那跟台南比較少喔 我本來都不會去台南市啊 喔 我們是一家一人 對呀 對呀 我們是一家一人 對呀 對呀 核心